最近看到一些加拿大的新聞,跟大家分享一下 加拿大餐館倒閉潮,最近有十幾間唐人街的餐館倒閉 他們單餐也有很多人倒閉,連麥當勞也倒閉 你說差得怎樣,差得多厲害,他們撿的那些也是很久的,很久的歷史 不是新的報酬,好像香港Physical那些都幾十年了,都是連環結業 接著我分享一段網上看到的,香港人移民到懷疑人生 真的挺有趣的,現在英國也有人移了三年四年左右 開始面對另一個問題,面對什麼問題呢? 一會再講,歡迎來到網上世界先,今天會講一下全球的新聞 有些經濟,有些我自己發生的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加拿大兩年前,一家叫金石餐廳的光源建業 由兩年前開始撿到現在,你說多厲害,就是一個很長的倒閉潮 有些人拿了政府貸款,就沒那麼快死了,但是今年呢 來到2024,8月9月左右,有很多繼續倒閉 疫情期間呢,就已經有幾十年歷史了 但是你一停業呢,停業有一個問題,就是一停呢 就是停了所有人的一個習慣 就是可能,喂不是喔,原來可以有些活動可以不用做的 還有有競爭啦,那physical那件事呢,其實你想一下 即是他死了,是不是現在撿10間開16間呢? 經常那些人笑這件事 但是事實上真的有人開了,有人可以100倍這樣增速 因為前幾年呢,那間,247那間呢,就只有8間分行 現在去到100間,那所以做生意就是這樣 這個得,跟不得,那就相差很大 即是你同一個社會呢,所以有時候你會說 喂,為什麼不行啊,我也做得挺好啊這樣 那你不可以用這樣的心理去想 因為有人真的做得不好,有人做得好 社會變得很快,即是我們唯有是適應 即是社會在變,一直在變 那就,就變了,你一時呢,是跟不到社會變呢 就會死,加上那個通脹很嚴重啦 即是大家都知道,加拿大那邊,那就 完全呢,是頂不住那些增加了的物價 他做了都白做了,即是考慮不做啦 那有些疑嬰那些呢,就開始現在是去到第二個水平啦 即是他找到工,不過呢,就整天都很低身 即是加拿大也是喔,即是有些是找到工的 不是說找不到工,甚至是找回自己本行 甚至是在大公司裡面做 那但是他們,現在我聽他們說呢,就問題就是 喂,現在老薪金都是沒有增長的 還有呢,是儲不到錢的 就算儲到錢呢,即是不敢買樓啊 現在都仍然是,那又怕那份工不穩定的嘛 最大問題就是,怕那份工不穩定的嘛 所以那裏很多人都是租樓的 因為,喂,你做一做一下,突然沒得做 那你又要停半年才能找回喔 最大問題就是這樣喔 即是你停半年,你沒錢工的話,你就死了喔 那你怎敢買樓呢 即是不同啊,香港那樣,嘩,還可以 即是,我買了,我很有信心說,欸,層樓還可以 供得起那樣,那去到加拿大那些 喂,你找不到工,就是找不到工的喔 你可能半年都找不到喔 那你那時候,你哪有這麼多儲備啊 是吧,即是,所以我又要儲一下那些時間 才,才上到車 那所以都,都幾慘 即是,我們儲到錢呢 是,呃,香港的問題 你去到呢,就是另一個問題 即是你可能解決了一個問題 就是,欸,你住了一輩啊 呃,不夠空間啊等等 或者功課很辛苦啊 那最近呢,我們聽到,呃,吳逸賢呢 有個藝人呢 一家三口都移民去英國啦 那這些是最多的 就是,他想著,欸,那裏少些功課喔 不用這麼多的爭執喔 那樣,但是去到有些其他的適應問題而已 就是,不是說,只是這件事 還有,你沒有功課 那你,之後你就,就是 將來就,什麼都不懂啦 那這個,這個,沒有辦法的 是吧,就是你有利有弊啦 當然你,你辛苦 那你,你就有多些回報啦 就是,現在很少,很少人會覺得 就是說,我什麼都不做 就會獲得一些東西的 那現在,現在社會就是變了 喂,不是喔 全部都要政府幫你啊 政府救你啊這樣 那不是,而不是說 我是用很辛苦自己學回來 自己去努力啊 就是,懂多些東西 對自己好這樣 不是喔 現在那些人是,最重要就是不要學 最重要是舒服,不要辛苦 躺平就算了這樣 那這個,這個就是很有趣的風氣 那於是呢,很多人就移民 就是想著,那邊舒服一點啊 不用,不用那麼辛苦 不用那麼大壓力啊這樣 那但是呢,就今天就分享一段東西 就是,分享一個 有人post出來 我覺得挺有趣的 那跟大家分享 就是,一個人呢 那移民啊 英國啊 加拿大啊 都去過啊 可能台灣啊 那他又怎麼看呢 那這個post 就是原文我拿出來 跟大家分享 那我讀出來啊 二問 曾經是我夢想中的完美終點 彷彿跨越各界就能解決一切 那我從香港就去了澳洲 再去了日本住 又去了歐洲 那來來回之間呢 他在不斷尋找理想中的歸屬感 然而生活的真相殘酷 啊 邪赤裸 我以為換個地方就能逃避問題 他發現問題一直跟著我飄泊 每一次搬 遷光啊 都像是一場 逼我面對自己的血淋淋修煉 啊 那是真的喔 就是你每個地方 都有去的困難 沒有錢你就要上班 上班就變成不自由 不自由 那你哪裏有所謂的自由呢 所以他就說 很多人都說我去自由 那你天天罵政府就有你的自由啦 是吧 罵完之後 那你自己有什麽得益呢 就是很多人都是不滿意的 哪個政府會令所有人滿意的 我真是想說呢 你住英國就罵英國政府 你住加拿大就罵加拿大政府 做不到事 我真是看了很多 那些人說呢 就是每個都是罵自己的地方喔 甚至你美國那些人呢 就怨美國的政府 一模一樣啊 就算美國現在好像很好啊等等 亦都很多人在這罵美國政府 啊為什麽通脹那麽厲害啊 找不到食啊 一模一樣 所以每個地方是會 會覺得自己政府很好啊 那好啦 那最後呢 他不停轉換環境之後呢 我終於意識到 或許真正的問題 根本不在外界 而是在自己身上 於是 我開始自我察覺 靈魂敲民 透過冥想和反思 一點一直察覺在內心的困境 我的人生課題是關於接納 接納不完美的自己 接納生活的無常 生活無法如願 如人所願 但每一次的嘗試 每一次的失敗 都是自我成長的一部分 我會學會 會面對那些 曾經選擇忽略的情緒和矛盾 我慢慢接受自己未解決的問題 這個是最重要的啦 我希望你在面對人生的各種挑戰時 能夠保持樂觀和好奇心 並懂得感恩每一個教訓與成長 就好像旅行 雖然風景不是預期般美麗 但每一程都值得細微啊 也許未來的路仍然不平坦 但就是坎坷令我們更堅強更豐富自己 他很好啊 很正面啊 所以這篇文章希望 讓大家帶點開心 你一定要修練中 找到屬於自己的光 那現在呢 去到後期啦 你去到移民之後呢 有些人去的時候就很幻想啊 或者有自由啊 那跟著呢 就發覺呢 就完全沒有自由 為什麼呢 因為交通方面啊 稅制啊 我真是想說呢 有很多人教別人 什麼買賣收租啊 垃圾雜雜呢 那講完一大輪之後呢 哇 原來扣了所有洗費呢 是不用報稅的 因為有免稅額的嘛 那就是說呢 你只是填表啊 幫人家搞維修啊 就已經搞到你不空了 那你根本是完全沒有私人時間 打工就要開車啦 你住遠一點點又要開車啦 那你根本是沒有辦法 有時間剩下的 那自己最煮飯的 那所以你當你一個問題的時候呢 又會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面對是最好的 逃避都沒有用 好了 覺得有用呢 讚嘆出來給朋友啦 那我有空分享一些有趣的東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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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